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新来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今天的这个彩妆视频呢 是关于眉毛的 很长时间以前呢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怎么样画眉毛的视频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自己本身画眉毛的习惯 使用的工具 甚至包括使用的产品都稍微有一些改变 然后最近也学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两款眉毛的画法 就是我自己呢 最近根据我自己眉毛本身的状态呢 所研究去练习出来的两种画法 拿下来 首先呢 就是在画眉之前呢 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的眉毛本身的状态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规则 就是说眉头应该跟你的鼻翼是一条线 像比如说我 我的鼻头就宽 但是如果我要是按照我的鼻头的这个位置去画的话 我的这个两个眼之间的眼距就会更宽 所以我的 而且我眉毛本身长的就稍微近一些 所以我都会从根据眉毛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来画 然后呢 眉尾呢 是根据你的这个 有的人呢 是跟嘴角来连成一条线 眼角和嘴角去连成一条线 这个眉尾应该是这个位置 但是因为你的彩妆本身有的人像我今天画的就是一个加长的眼线 如果你把眼线加长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眼角就从这个位置变成了这个位置 或者说稍微中间一点 但绝对不是原来最里面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着你这个眼线走 这个眉尾就变成了眼线的这个中点这个位置 和嘴角的眉线 所以你的眉毛就甚至说可以拉的再长一点 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眼线有一个延伸 如果你眼线画的是因为基本的眼线 没有加长的话 那么就跟着你这个眼线的方向基本走 那眉毛也就会相对的来说短一些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眉毛的眉尾拉长的程度 是根据你眼睛这个线条的终点来算的 还有一个就是眉峰的问题 眉峰的问题就是说 一般来讲是从嘴角 到你的这个眼球 黑眼球外圆 连成一条线 这个位置就等于是你的眉峰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的掌握呢 你只要一开始刚开始学习画眉毛的时候 自己大概瞄一下 时间长了你就大概知道它的位置了 不会差太多 因为你来来回味就画自己一张脸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脸应该会比较了解 你就知道应该到了画哪个位置 我用这个鼻给大家画出来 眉头 能看到吗 这是眉峰 这个位置 就算是我最终的这个终点 我觉得你自己比较的时候 从鼻翼 用鼻翼作为一个标准 跟这三点比 或者说用嘴角作为标准 跟这三点比 它最后的这个眉毛的弧度 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我个人呢 就是说 比较喜欢 鼻头是跟鼻翼比 其他的这 眉峰和眉尾的位置 都是跟嘴角比 你可以在家自己练习一下 就是这两个方式 你都试一试 最后找出 你最喜欢的那个弧度 或者你最喜欢 那个形状的眉毛 但是你抓出了 这三个位置之后 你还要研究 就是说 你想 你需要画一个 什么样形状的眉毛 这个呢 就是跟你整体的 这个脸型是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像我的脸 我的脸就是属于圆脸 所以说 如果像我这种圆形的脸呢 画稍微有一点角度的眉毛 会造成 会可以拉长这个脸型 如果你的脸呢 是比方说长形的 就是这种长形 或甚至说稍微窄一点 或者稍偏瘦 我觉得画这种那种 尤其是Sup很接很接的那种人 画那种非常平的眉 甚至是稍微尾部 往上调一点的那种平眉 是非常漂亮 因为它实际上是可以 就是把你这个脸的长度 缩短一些 然后尾巴 眉尾上扬的那种眉毛 会让人侧面看脸的 整个线条是往上拉伸的 挑两个颜色的眼影粉 这两只 这两只都是我以前买的 Rouge Bunny Rouge这个眼影 这一只叫 Chestnut Naphtapos 这个是好像叫 Black Pepper J 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稍微 就是综艺一点的颜色 一个是稍微灰一点的颜色 如果你自己用 这个眼影粉画眉毛呢 最好是用两种颜色来混合 这样才会看上去自然 然后呢 你还要准备一只 Spoolie 这个就是我以前的 这一只 睫毛膏的 这个刷子 还有呢 你要准备一只 这个是 遮瑕膏 对 然后 是这样 这个上面这两个是膏状的 底下这个是粉的 这个是3的 遮瑕膏 颜色是01 那我准备一只刷子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只 这是Dior的24号刷 它就是这种很扁 非常非常细的这种刷头 我手上没有那种很扁 又很硬的那种斜角刷 所以我就把这只刷子 拿来刷眉毛 我用了一下 我觉得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有类似 形状的刷子 你都可以用来做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斜角的话 就会更顺手一些 这个就会没有斜角刷顺手 但是也不错 好 我会先用这只颜色 就是这种浅棕色的 这有点像那种 就是shadow阴影的那种颜色 然后呢 先找到眉峰 就刚才我已经点过了 也就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因为每个人眉毛的形状不一样 像我的眉毛 其实稍微 我修的 本身它稍微有一点上扬 所以说可以用的话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让 这个上扬的角度增加的话 你需要把眉峰的位置提高 但是不能太高 高的太多 看上去就非常的假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在眉毛 有眉毛的地方 稍微出去一点 擦上 就可以了 然后顺着这个眉峰的位置 往下走 再把这个颜色呢 慢慢的过渡到眉头的位置 其实用这种眼影粉刷眉毛 你要记住 你这个颜色不是刷在眉毛上 是刷在眉毛长出来那段的皮肤上面 所以说你需要把眉毛就这种 等于是剥开 然后把颜色刷在皮肤上面 这样的颜色才会持久 如果你把它刷在眉毛上面的话 有可能很容易就掉 到了眉头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刷子竖起来 然后 这样 可以画出一些 感觉像根根分明的眉毛一样的状态 好了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颜色就用完了 这时候我用一个 稍微深的这种深灰的颜色 我用来就是说 勾勒一下这个 简单的这个整体线条 比如说像眉毛 我也有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段是根本没有毛的 但是我是硬把这个颜色画上去 如果你只画一个颜色 看上去就非常明显 那个地方没有长任何的眉毛 你看过有些女生 她画那个眉毛 她画出来的形状 从远看还挺漂亮的 但是近看就发现 很多地方是没有眉毛 然后她用眉粉或者眉笔画出来的 如果你要想 避免人家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是你画出来的 你就要用两个颜色 一个混搭 然后眉毛本身长的 就是人的 如果就是说 你自己是真的眉毛 它是这样乱七八糟长的 然后呢 有的颜色 有的眉毛是颜色深一点 有的眉毛就颜色浅一点 它不是一个颜色的 所以说 如果你画的稍微有一点凌乱了 然后颜色是不一样的话 其实是更真实一些 然后因为这种上扬的眉毛需要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往上提 所以说呢 它底下这个线条要画的明显一些 所以用这个黑的去描一下 好了 现在我这个基本的形状就画完了 有的时候把眉粉 因为画的不均匀呢 所以就用这种 这个spoly 稍微刷一下 就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颜色 均匀一下 另外就是 不会让留下 就是很明显的那种刷具的 这个痕迹 就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稍微上扬的活度 但不是那种明显的那种上扬的角度 因为我还是虽然说 我希望要画一个高挑的美心 但我还是要根据我眉毛本身的这个状态 基本的状态去走 如果挑的太高的话 超过了我眉毛的范围呢 就会看上去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想让它这个角度再往上扬的话 你还可以再使最后一招 就是这个 用这种遮瑕膏 颜色以后呢 不要擦在 不要像老外那种 整个绕着眉毛 整个一圈擦 我特别讨厌那种擦法 因为我觉得擦了之后吧 就会让人感觉你的眉毛 是漂浮在你的脸上的 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话的话 就盯着你眉毛不停地看 因为它四周的边缘都是浅的 只有中间一块眉毛很黑 我觉得这种 是非常不好看的一个 非常不适合日常的这种一个画法 如果你很想让这个眉毛 就是更挑一些的话 你只要擦在 这个眉峰最高的这个底下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延伸 一直延伸到眉尾这个位置 然后不要再往前再走 就是这个颜色呢 就集中在这个眉峰最高的这个位置 不要再往前过渡 然后关于这个眉毛 上面这个位置 包括后面这个位置 我觉得都不需要再画了 因为你这样的话 其实这条线已经非常非常的尖锐了 这个线条非常的明显 你不用再在上面再补任何的东西了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就在上面稍微 喷一下 然后 然后你如果想让眉头低的话 就把眉毛往下爪 它就会下来 然后眉的这个地方 这个中部的这个线条 你想往上提的话 你就往上爪 然后眉尾再下来 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些就是我今天示范的上扬的眉毛 这边呢 我想把这个眉毛加粗 另外一个我想让它变得比较平 可以看到就是我这边的眉尾本身就比较短 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为了要画一个平眉 我把眉毛的尾巴剪了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就是改变你眉毛的形状的话 我建议你剪眉毛 尤其是眉尾这几根毛 不要去拔它 因为剪吧 对眉毛伤害非常少 它还能长出来 有的时候拔眉毛 你一拔 有可能有的人能长出来 有的人就长不出来 尤其是眉尾这几根毛 非常非常的珍贵 你相信我有一天将来你会感谢我的 眉尾这几根毛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拔 这个妆容其实也非常简单 还是先用这个浅的颜色 你记住如果你要想让你的眉毛直的话 你就要把几个地方要补吧 第一个 就是要把之前我们空出来的这个位置 把它填满 等于就是说你眉封底下这个位置 你要平的走 平的 然后呢 这个平的这种线条呢 会一直延伸到你的眉头 也就是说这个线条 然后上面的眉头 上面的这个眉毛部分也是一样 到了眉尾了以后呢 稍微有一点的角 但是一般的就是平眉 要么就是这种往上扬很长 要么就其实是比较短的 短的很快就收尾了 因为它就它需要保持这个线条的平嘛 所以说如果你像我今天这个眼妆 眼线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需要后面长一点 我会画一个眉尾 稍微往上扬一点的这种眉毛 然后现在我把中间的这个空隙 补上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眉尾这个位置 尤其这个地方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眉毛 是我用颜色画出来 所以会很明显的看到缺毛 所以现在呢 就用第二个颜色 就是这个稍微深的这种深灰的颜色 就是用来补它 沾一点 然后你就想象你自己的眉毛 如果那个地方有的话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去长 然后你就再描出来就可以了 基本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刷子要很扁 才可以画出 就是这样才能画出眉毛 这样的话 它就把它跟整体这个眉毛的形状 基本上统一了 然后我还是要把底下这一条线 稍微补一下 让它更平一些 好 如果你要想让那个眉头 看上去更平一些的话 我上面现在基本上 我不会再碰它了 下面的这个位置 尤其像我眉毛本身 这个地方是有几根小细毛的 所以能看出来画了比较明显 就还是拿之前那个遮瑕膏 遮瑕膏是你最好的朋友 点同一个颜色 不要占太多 这个呢 这个眉毛就是 如果除非你想突出这个眉尾 向上扬的这个线条 否则的话 我就不会在这擦任何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的时候 为了就是造成一个眼影的 一个互相的一个 所谓的颜色的对比 也可以在这稍微擦一点点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尤其是平眉 要在这个位置补上一点 这下稿 眼头这个位置 我在这边加一点好 加一点点 眉头更 其实这个视觉 就是把你的眉头往上移 不过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根据我 眉毛本身的一个形状来走的 就是说我眉毛这个眉头是往下长 所以说我想让它平的话 我必须把这个眉头往上移 然后把这个眉方往下移 这样它才会在视觉上平 所以我才必须要在这个地方点遮瑕膏 如果你的眉毛跟我的形状 本身的形状是不一样的话 你要在你的就是说画眉毛的方法上稍微做一些改变 否则的话就是说就会变成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好了再来着这个 然后就平着画就可以了 我眉尾有几个毛是往下走的 这个眉尾的地方稍微把它往上移 就把它就是说梳拢到这个画眉尾的这个阴影的范围之内 让它不要出来就可以 好了 那么这个平眉就画完了 看你个人喜好吧 其实这两个眉毛我都挺喜欢的 我有的时候会画这只 有的时候会画这只 有的时候也是根据我自己的眉毛本身生长状态的 像这只如果刚剪完的话 我肯定会小画这样的眉毛 如果说没有已经长了一段时间 我可能就会偏向画这样的眉毛 今天的方法呢 就是说不见得会适合所有人 但基本上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想呢 就是大家在画眉毛之前 先要好好看看自己 整个眉毛跟脸的比例 还有眉毛的形状 眉毛自然的走向 然后呢根据你自己本身的状况呢 再使用方法上呢 做一些调整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